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现在讲的是妙云集里面的学佛三要 那么在第二章的第二节 在第二十五页 第二节呢就讲有情为既往开来的瀑流 所以我们说要深入佛法之前 必须要知道生命流转的问题 那么有情众生本身就是既往开来的瀑流 所以叫做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 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 那么在二十五页 前面第一二三行这里就可以看到 未生之前 凡事有情事的死掉之后 绝对不是毁灭 同样的还没有生之前也不是怎样 也不是什么都没有 未生我们之前我是谁 这是禅宗经常在这个参的话头 是不是 那其实呢我们说 从上一辈子到这一辈子之间 就是经过了一段中阴起又转到什么 我们这辈子来 只是在中阴起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没有太大的印象 因为只有七八两世 本身是没什么知觉的 但是呢我们上一辈子的记忆呢 又不是超过我们的第六意识就能够体会的来 所以呢我们往往就是断断续续 只认得这一辈子 不知道我们的上一辈子 只认得我们这一辈子 又不知道我们的下一辈子 但是呢我们说 透过学佛 那往往呢就希望 帮助我们把这个生命之流 把它怎样串联起来 那么要这样串联的话呢 必须要有比较深沉的 这种生命上的关照 所以我们说我们串起 生不已的生命之流是第几世啊 第七第八世 它属于莫纳世跟什么 阿赖耶世 阿赖耶世 所以呢在第二行这里就讲到 如称的一头低下去 另一头又高起来 当我们上一辈子消失之后 我们这辈子又生起来 这辈子呢又逐渐老化之后 又消失了 对不对 下一辈子又怎样 又生起来了 所以生命就像流水一样 不惜流去啊 不惜的流去 所以呢佛弟子对三世延续的生命观呢 就应该如此的来坚信着 所以在二十四六第六行 这里就想到什么三世论 三世论 着重由现世到未来 那么也由过去而到了什么 现世啊 所以是所谓的什么三世论 那但是呢如果以耶稣基督教来讲的话呢 他们比较是二世论 就是只讲现在是跟什么 未来是 现在跟未来 不谈过去 那佛教的话呢 从过去谈到现在 那一致到什么 未来是 所以呢 以基督教来讲的话 只有讲 现在是 如果信耶稣得永生 信我者上天堂 下一辈子到天堂去 对不对 是二世论 就是现在是跟什么 未来是 跟未来是 所以呢 在二十五页倒数第一行也讲到 三世流转的生生不已 不但是生 而且包含的什么 死亡 所以又叫做什么 死死不已 二十六页第一页 二十六页第一行 二十六页的第一行 生生不已 其实也是什么 死死不已 所以我们谈到生死生死 谈到死亡 我们都余悸犹存 是不是 有没有死亡的经验 因为我们的经验 太浅 只有前六世 如果能够到七八两世 就会有记忆 那我们习惯都只有在什么 在六根上头 因为我们只用 我们这辈子的六根 我们只善用这六世 上面的前六世 第七八两世 我们比较不擅长 那如何去善用呢 一个方式呢 比方我们说前几年的 有本书叫 《前世今生》这本书 透过催眠的方式 让我们的意识上沉静下来 那么是可以有机会流转到什么 前辈子去 上上辈子 上上上辈子去 那就是走什么 走七八两世的路线 可以流转到过去 还有一个方式就是什么 禅修也可以 禅修也是让我们前六意识 怎样沉静下来 走七八两世的路线 就有机会去探索到过去 但是呢 以佛教来讲的话 我们的禅修的目的不在这个部分 我们之所以要禅修 禅定 要学习禅定呢 其实是为了启发智慧 因为事者一矣 来者可追 是不是 已经是成为过去世的事情 说实在时光不可能倒流回来 对不对 所以也不用去探索 我过去到底是什么 若要知道我们过去所做 就看我们现在所受 苦很多 表示我们恶因造的多 对不对 福报很大 表示我们过去怎样 善因造的多 那为了要改善未来 是不是我们就当下 善恶念头一定要分明 要能够清楚我们自己的善恶的念头 因为呢 所谓的善恶念头呢 它是会流转的 是会流存的 那么在二十六页 老师也讲了几个例子 在二十四第六行 在第六行 那么这里就讲了几个辟喻 说生生不已的变化不拘啊 一个呢就是从这个瀑布 瀑流 从珊瑚中流去 经过某一个地方 如水少时呢 那么水又从什么 石缝里头流出来 发出这个渐渐的水明 小小的水花 就是说这个水流有时候喘急 有时候稀少 细水缠缠 那有时候呢 它这个水比较丰厚 那么这些水 水很大的时候很急呢 就被乱石所阻扰 也会涌起着嘛 破浪 成为急流中的漩涡 那么这水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它的缓 有它的喘急 有它的稀少 有它的这个水的大量 也有水的什么 小量的水 那么所谓的因缘 生命呢 在三世中的流转 也是这样 有时候是妙云集里面的 《学佛三药》 那么在第二章的第二节 在第二十五页 第二节呢 就讲有情为 既往开来的瀑流 所以我们说 要深入佛法之前 必须要知道 生命流转的问题 那么有情众生 本身就是既往开来的瀑流 所以叫做 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 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 那么在二十五页 前面第一二三行 这里就可以看到 未生之前 就说凡事有情事的 死掉之后呢 绝对不是毁灭 同样的还没有生之前 也不是怎样 也不是什么都没有 未生我们之前 我是谁 这是禅宗经常在 这个参的话头 是不是 那其实呢 我们说 从上一辈子到这一辈子之间 就是经过了一段中英期 又转到什么 我们这辈子来 只是在中英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没有太大的印象 因为只有七八两世 本身是没什么知觉的 但是呢 我们上一辈子的记忆呢 又不是超过我们的第六意识 就能够体会的来 所以呢 我们往往就是断断续续 只认得这一辈子 不知道我们的上一辈子 只认得我们这一辈子 又不知道我们的下一辈子 但是呢 我们说 透过学佛 那往往呢 就希望帮助我们把 这个生命之流 把它怎样 串联起来 那么要这样串联的话呢 必须要有比较深沉的 这种生命上的关照 所以我们说 我们串起 生不已的生命之流 是第几世啊 第七 第八世 它属于莫纳世跟什么 阿赖也是 阿赖也是 所以呢 在第二行者也就讲到 如称的一头低下去 另一头又高起来 当我们上一辈子消失之后 我们这辈子又生起来 这辈子呢 又逐渐老化之后 又消失了 对不对 下一辈子又怎样 又生起来了 所以生命就像流水一样 不惜流去 不惜的流去 所以呢 佛弟子对三世延续的生命观呢 就应该如此 来坚信着 所以在二十四六 第六行 这就想到什么 三世论 三世论 着重由现世到未来 那么也由过去而到了什么 现世 所以是所谓的什么 三世论 那但是呢 如果以耶稣基督教来讲的话呢 他们比较是二世论 就是只讲现在是跟什么 未来是 现在跟未来 不谈过去 那佛教的话呢 从过去谈到现在 那一致到什么 未来是 所以呢 以基督教来讲的话 只有讲 现在是 如果信耶稣得永生 信我者上天堂 下一辈子 到天堂去 对不对 是二世论 就是现在是跟什么 未来是 跟未来是 好 所以呢 在二十五页倒数第一行 也讲到 三世流转的生生不已 不但是生 而且包含的什么 死亡 所以又叫做什么 死死不已 二十六行第一行 二十六页第一行 生生不已 其实也是什么 死死不已 所以我们谈到生死生死 谈到死亡 我们都余悸有存 是不是 有没有死亡的经验 因为我们的经验 太浅 只有前六世 如果能够到七八两世 就会有记忆 那我们习惯都只有在什么 在六根上头 因为我们只用我们这辈子的六根 我们只善用这六世 上面的前六世 第七八两世 我们比较不擅长 那如何的去善用呢 一个方式呢 比方我们说 前几年的 有本书叫 《前世今生》这本书 透过催眠的方式 让我们的意识上沉静下来 那么是可以有机会流转到什么 前辈子去 上上辈子 上上上辈子去 那就是走什么 走七八两世的路线 可以流转到过去 还有一个方式就是什么 禅修也可以 禅修也是让我们前六意识 怎样沉静下来 走七八两世的路线 就有机会去探索到过去 但是呢 以佛教来讲的话 我们的禅修的目的 不在这个部分 我们之所以要禅修 禅定 要学习禅定呢 其实是为了启发智慧 因为逝者一矣 来者可追 是不是 已经是成为过去式的事情 说实在时光不可能倒流回来 对不对 所以也不用去探索 我过去到底是什么 若要知道我们过去所做 就看我们现在所受 苦很多 表示我们恶因造得多 福报很大 表示我们过去怎样 善因造得多 那为了要改善未来 是不是我们就当下 善恶念头一定要分明 要能够清楚我们自己的善恶的念头 因为所谓的善恶念头呢 它是会流转的 是会流存的 那么在二十六页 导师也讲了几个例子 在二十四六 第六行 在第六行 那么这里就讲了几个辟语 说生生不已的变化不拘 一个就是从瀑布 瀑流 从山谷中流去 经过某一个地方 如水少时呢 那么水又从石缝里头流出来 发出这个渐渐的水明 小小的水花 就是说这个水流有时候喘急 有时候稀少 细水缠缠 那有时候呢 它这个水比较丰厚 那么这些水 水很大的时候很急 就被乱石所阻扰 也会涌起着马破浪 成为急流中的漩涡 那么这水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它的缓 有它的喘急 有它的稀少 有它的这个水的大量 也有水的什么 小量的水 那么所谓的因缘 生命呢 在三世中的流转也是这样 有时候呢 我们在生命的过程 急快乐 但是也急痛苦 所以我们说 佛法讲到这个无常故苦啊 佛法讲的苦呢 并不是这个苦受乐受的苦 而是什么 无常故苦 不管是快乐 是痛苦呢 都是什么 都是无常的 是因为讲到无常才讲 说人生是苦的 那人生是苦的 当中有没有乐受啊 还是有乐受 有苦受 有乐受 不管是苦受 或者乐受 它都含藏着什么 无常的特质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是在讲说 在理解上 首先要知道生灭相续 就是在讲什么 诸行无常 对不对 因为无常的关系 所以就算极快乐 极痛苦 也不否定佛所 佛陀所说的什么 人生是苦 是因为无常故苦 快乐也是苦的 快乐也是无常 所以说它苦 那么有时候呢 在生命的过程中 急聪明 有时候也会急愚痴 人的聪明 跟愚痴也不是绝对 同一个人啊 有时候我们说 聪明一世 一世啊 糊涂一世 是吧 也会不会这样子啊 会 所以人的聪明 也不是永远不变的聪明 人的愚笨 也不是永远不变的愚笨 为什么 因为无常的关系 就因为无常嘛 所以有的人的寿命 有时候我们在这个 生命流转的过程 有时候 我们的寿命很长 但是有时候 有几世可能生命很短 这都有可能的 那这些总说呢 都是因为怎样 素世节以来所集合的 这个因缘业力 不同的关系 每一辈子 是不是都有不同的感受啊 都有不同的什么 因缘福报 所以呢 佛法一切都讲究什么 因缘法 那因为最近 应孙导师 原集的关系 我们在很急的这个状况呢 出了一本 这个小小的略传 这里面呢 我想导师在自己的自传里头 的开始 那么导师都喜欢用流水 所以这本 你们也可以再回去 好好地品尝一下 流水 用流水来做什么 因缘的辟语 就像导师说 他静静地回忆自己 观察自己 那么 他说 这是四十八岁以后的事情啊 自己如同水面上的一片落叶 那么向前流去 流去 忽而怎样 停滞 忽而呢 又团团转 用这片落叶 在表达他 人生的过程 那么一切其实都是什么 都是因缘法 没有任何 自己能够去主宰的异域 其实呢 我们每个人都很想主宰 但是呢 我们说这个都是什么 自信望直所至呢 我们也会觉得 我就是独一无二的落叶 就算是一片叶子 我们也会觉得 是独一无二 但是我们想想看 这片落叶 是不是也是众多因缘合合啊 才合合出落叶来 落叶不是永远的落叶 它在这个流水的过程 落叶慢慢慢慢慢慢 之后落叶是不是也会消失 因为落叶会原生 落叶会不会原灭啊 在过程当中高低起伏着 所以他这里就讲说 有时候呢 激起了浪花 又为浪花所掩盖 而又平静了 但是呢 还是那样子的流去 为什么会这样 不但落叶不明白啊 落叶那样的自己 也不太明白 非常 我们要去感受那个所谓的因缘法 真的是超乎了我们人的操纵 不是我们能够去主宰的 所以我们常讲说要怎样 要随缘 这个就充满了 你看导师真的充满了随缘的那个智慧 随缘本身是需要智慧的 我们往往是不随缘 是不是 人必然一定要生老病死 但是我们一直想要去抵抗 不接受 但是呢 说实在 这一切呢 都是因缘啊 所以这里讲到说 只觉得呢 有时候是当时候的发觉 有时候呢 是事后的发现 如果我们觉知的能力比较高的话 在当时候可以察觉这是因缘法 往往我们都是事情发生过后 回头才去想 回头在想知道也还好耶 我们说有的人先知先觉 有的人后知后觉 有的人不知不觉 我们如果做不到先知先觉 起码要有知有觉 就算后知后觉也都还不差 千万不要怎样 不知不觉 所以要去觉知 觉知什么 觉知因缘 觉知因缘法 所以呢 导师就讲 自己的一切 都在无限复杂的因缘当中 推移着 因缘是那么样子的真实 那样的不可思议 为什么会感觉到因缘的真实 因为它汇集的出一些现象来 但是这些现象 是不是一直在变化中啊 我们人生的过程 是不是也这样 只是我们借着导师 那么来帮助我们去体会感受 我们的生命历程一样也是这样 所以呢 这里讲到说 有时候有些特殊因缘 一直到现在 还只能说因缘不可思议 因缘确实是不可思议 因缘呢 它是自动的在排列组合的 我们多起善心善念 多造一些善业 那么自然会去聚合了很多的什么 福报 但是我们如果一直起的是恶心恶念 造的是恶业 是不是自然就会去聚合很多的什么业障 而且呢 这个去阻止了福报的会合 所以我们如果请善心善念善业的话 造的是善业 那么同样我们也会去破坏业障的合合 这也是必然的 也是必然的 所以呢 导师的这个自传 前面用因缘法 来描述这一切 那么在他的最后结尾的时候 还是用这样子的因缘法 最后导师就讲说 我如一片落叶 在水上 在水面上流着 只是这样子的 随因缘而流去 流到尽头呢 就会慢慢的怎样 沉下去 那个落叶 在人生的过程 就如同能浮在水面上 等到我们这个 过世的话呢 就如同这片落叶怎样 沉到水里去一样 所以人的一生 如同一个什么 一个故事 一部小说 到了应有的事 已经有了 可能的事也发生了 到了什么 到了没有什么 可说可写 再说再写 那么就如同这样的 化舌天主 那么就应该割笔啊 所以导师应该 一切都是那么样子的自然 那么幼年 业缘所决定的 出家 来因缘所发展的 到现在 还有什么可说呢 所以也难怪导师 对一切是这么样子的淡薄 淡薄名利啊 淡薄这一切 导师的内心 其实一直都非常的平静 为什么能够那么平静 其实因为随顺因缘 随缘而怎样 禁分 导师不断的将他所体会到的佛法 所深入的精湛 透过他的笔 让好像在一层的翻译一样 因为我们对很多的这个 过去的高僧大德写的东西 可能有时空的距离 有时候我们不容易明白 乃至于说导师还整个 整片的 应该说是大架构的 这种大的整理 让我们知道整个的架构 所以我常常也会很深切的感受到 这个我们小时候 我们那个外婆带我长大 小时候呢 他都是摇摇摇 读导师的书就有这种感觉 主教后再让我们去感受 帮助我们消化 是不是 帮助我们对佛法的那个理解 所以是那么样子的亲切 那么样子的让我们容易明白 所以再回到我们的26页 我们就看到 导师真的很 常常用这些流水落叶 比喻我们的这种人生的这个过程 因缘法的一个变化 那这个真的也很值得 我们好好地去回味 去体会 所以呢 这里就说 生命的生而又死 告一个段落 那么也如同 这个燃放花筒一样 一层一层 既断断续续的 一层完毕再一层 一层完毕再一层 所以在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里头 不就这样子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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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来吗 以我们凡夫众生来讲的话 就算我们踏上成佛之道 在二大二生起劫之前 其实我们一样都是分段生死的方式 分段生死 一直要到什么 菩萨摩合萨 他才用什么 变异性的生死 但是呢 在成佛之前都一定要有生死 是因为我们聚生性的 整个执着 没有完全解决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解决的 会是我们聚生的我执乃之道 聚生的法执都要解决 完毕 清清静静 那才是圆满成佛 才是圆满成佛的 所以在二十七页 第二段这里就讲到 三世相续的生命流 不是不变的永恒 而是什么 不惜变化既往开来的 是既往开来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造作的过程里头 我们留下了什么 业力 在过去留下业力 影响着现在 我们现在同样也留下了业力 影响着什么 未来 就储存在我们的地包阿拉耶诗 看他什么时候成熟 他什么时候就结果 但是我们往往在下阴的时候 却那个觉知的能力不够强 学佛其实就是帮助我们在下阴的时候 觉知力要强 觉知力要强的话 我们才知道我们下的是善的 还是恶的种子 所以我常讲说 在维世学里面五十一个心锁 有二十六个心锁都是属于恶的心锁 超过一半以上 善的心锁却只有十一个 不到四分之一 所以我们说要造恶不用学习 要培养善倒是要下相当的功夫 所以常说要长养我们的善跟因缘 我们的善跟因缘是要去呵护的 是要去培养的 但是我们的恶的念头随时都可能出现 所以这些呢也都要透过我们自己 好好地来观照 要相当地来观照着 所以这个是属于第二节的部分 那么到第三节 二十八页 二十八页 那么对照着我们的讲义 对照着讲义呢 第三节 因为这里讲到会有友情的这个组成的要素 那友情组成的要素呢 第四页 讲义第四页 有所谓的什么粗的意识跟细的意识 粗意识方面呢 又分了有属于色身肉体的部分 还有什么精神心理的部分 那么会有所谓的透过五蕴来看 色蕴属于什么 肉体的这个部分 色身肉体的部分 受想形式蕴 是不是属于精神的部分 好 那么我们说 我们的之所以感受到生命的存在呢 它是六根六事 六镜和合 相处和合 是不是 所以在六根方面 六根属于生理方面的 那么眼根 耳根 鼻根 舌根 身根 就是我们的什么 这个器官 还有这个神经系统 有眼睛的管道 耳朵的什么管道 这个根呢 就是一种管道 接收外境的一个管道 连耳根是不是也等于是 接收外在声音的一个管道 鼻根 闻到什么 香的味道 舌根呢 舔到色 那个香的味道 那个胃的味道 胃 生呢 会有醋 对不对 有醋感 之外呢 就是所谓的什么 意根 意根 那六事来讲的话呢 这六事 眼耳鼻舌 生意事 都属于什么 精神方面的 六境 外境呢 它是属于物理的现象 色 声 香 味 触境 法境呢 在我们的脑袋里头 是不是 在我们的第六意识当中 它也属于精神方面的 以六界来讲的话 地水 火 风 空 都属于色的 到事呢 才属于什么 精神的部分 所以呢 从五蕴六根 六事 六境 六界 这些我们是不是容易感受得到啊 都比较有什么 生活上的经验 前六事 六根 还有六境的接触 这个不用透过修行 只要是有情事的众生 是不是都可以感受得到啊 大分成什么 属于色根 属于色 肉体色 色身的部分 跟精神 心理的部分 但是呢 其实这些生命的全员 是不是来自于我们这些 系的意识啊 系的意识 所以系的意识呢 前面 出的就是前六事 那么系的意识就是 第七事跟什么 第八事 也就是所谓的什么 莫那是跟阿赖也是 莫那是跟阿赖也是 所以这个呢 就在我们的第二十九页 课本里面第二十九页 第三行 佛法当中呢 他称为什么 系意识 那一般呢 心服气躁的人 或是往外奔放的 是不容易察觉得到 因为他非常的维系 而且他随时都在运作 随时都在记录 那我们的第七意识 随时都在维持我们的什么 生命现象 那唯有呢 真实修行的人 心地安定的状况 才多少怎样察觉到 所以系意识 那是要透过修行 才能够理解的 那但是呢 维系的心理活动 也是非常复杂的 他有三大类 一个就是自我的认识 对自我的一个认识 我们如何的 把我们这个 四一四长的生命 看起来好像是一条 恒长不变的生命 其实是不对的 他是不一不一 不长不断的 的生命 不是彻头彻尾的 一模一样的一条 不是 是不是随时都在变化的 虽然我们都说 我们都拥有一个 这个生生不已的 生命之流的生命 是不是 但是这个生命的 这个过程是不是 随时随地 刹那刹那间 都是在变化的 它不是单一的 但也不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还是有所连结的 那这种连结 我们就说 如果透过维系很简 比较清楚的是 看到什么 七八两十把它连结起来 但是我们说 第八意识的这些种子 是不是随时都在变化 各位从这个 要来三天的这个 听经文法 这文法前文法后的种子 是不一样的 是不是 三天里头 我不知道熏了多少的 佛法的种子 起码我们在这段时间 暂时先忘掉一些烦恼 暂时先这个少熏一点什么 恶的种子 所以我们对环境也只 这个用接受的方式 才不会起心动念 不管是好是坏 我全部都接受 往往其实也是我们 这个福报因缘的问题 大众的福报因缘 在感召到什么样的因缘 其实这个也都勉强不来 那一些因缘业力的改变 也真的 有时候也要大家共成 所以这些呢 我们如果都能够去接受的话 我们逆来顺受 其实也可以很平静的 因为在比较平静的心境下 我们才可能去体会 深系的佛法 如果我们外在的 对外在的 这个也不满意 那个也不满意 你说要去体会深的 是不是就困难了 本身是困难的 所以有一位专门教禅修的 一位法师他也讲 他说其实禅修 真的要到禅修的这个 系的这个部分 说实在不是每人都能够达得到 有时候很好的一个环境给他 如果他自己内心很多的 粗糙的烦恼自己都调伏不下来 说要到深系的部分 那是谈不上的 然后会常常用一个比喻 好像我们的那个望远镜一样 我们都要把先粗的 把什么 把目标先找好 才来调细的那个什么 焦距啊 对不对 如果我们的粗的那个 目标目的地都还没找好的时候 你再调细的 是不是没什么意义啊 对不对 大目标是不是要先瞄准 之后才调 才微调 才微调 所以呢属于我们那种 第七第八师 他本身是非常微细的 维系到什么样程度呢 因为 第七意识 他主要是一个什么 自我的认识 对自我非常深沉的那种 执着跟肯定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说 我们如果能够 能够去察觉到七八两十日 虽然我们也可以 去累积我们素世的善根因缘之外 其实第七意识 他的根本烦恼也会跟着来 也有正反的两面都会有 但是呢 这种很深沉的自我的认识 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第七意识 深系的第七意识 所以这里的 我们对照这个表 最内在的 最内在的观念 也就是所谓的什么 自我的认识 他是来自于我们的什么 莫纳世跟 当然跟阿赖也是不是完全没有关系 但是他的重点会是在什么 莫纳世 但是在我们的统一的 这种不同的个性 我们每一辈子生下来 其实都具有不同的个性 具有不同的个性 那么 他是七八两四所怎样 统合出来的 因为我们的个性的记录 是不是也都在第八意识里头 所以你看 这个统一性 展现出我们每一个人 不同的个性 我们都有不同的个性 但是我们自己本身 要能够统一出我们的个性来 虽然我们的个性 也不是说每天 也不是说一辈子都一模一样 不可能 是不是也会起伏 在年轻的时候 有年轻的个性 到老是不是有老的个性 年轻的时候 可能比较年轻气盛 可能很爱批评 东批平西 但是到老了 这个个性 是不是应该要 稍微做一些转化 到老的时候 所要展现出来 应该是比较慈悲 慈祥的这个部分 对不对 这个如果我们自己 有觉知的话 对佛法比较有深入的 一个去体会 跟实践的话 其实自然会转 因为在过程当中 我们会去发现我们的这种火爆脾气 或者自我的那种意识 是那么样子的强烈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当中 有很多的错误 修行的过程是帮助我们发现自己的错误 而不是专门去发现别人的错误 别人错不错与我们无关 主要还是我们自己的错误 要能够有能力去把它怎样发掘出来 所以我们就算是这个 具有不同的个性 在这个年龄上有不同的个性 其实在不同的实结姻缘 是不是还是有不同的个性 但是我们总是还是要统一出自己的个性 从七八两世里头统一出我们的个性来 所以这里也讲到说 始终保有一种统一性 但是这叫做一种 而不是唯一不变的统一性 不是 而是说这个时候我们所表现出来 可能是比较温和的 或是比较这个暴躁的 或是比较如何的 其实也是由自己透过七八两世 所怎样统一出来的 所以我们具有不同的个性 它跟我们的七八两世是有深层的关系 那我们的经验的保存 虽然我们的记忆力 我们的记忆在第六意识 比较清楚明白的鲜明的在第六意识 但是我们的经验保存来说的话 我们的经验的保存 其实是记录在哪里 第八意识 是好的 是坏的 是善的 是恶的 是无际性的 是不是都同样记录在第八意识里头 最深层记录的保存 因为我们的第六意识所保存的 都是浮潜的 都只是这一辈子的 有生之年的这一辈子 它是粗糙的 所以我常讲说 我们如果从第六意识要去寻到说我上辈子的记忆 是不是寻不到啊 一定要到第八意识去寻它 是从第八意识里头才有机会去寻到过去是 所以呢 那细的解释那就要透过这些内文来把它连结起来 把它连结起来 那么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有情众生呢 不光光是心的问题 也不光是什么 色的问题 不是只是精神性的 也不只是肉体性的 而是怎样呢 是离不开的 是合合在一起的 是一个什么 综合体 是综合体 那在三十页 导师也做这样的一个比喻 所以导师的比喻 其实都非常的 让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对照 帮助我们理解跟明白 他说 就如同所谓的房屋 房屋有木头有石头有砖 有瓦有水泥等造成 那么你如果没有这些材料 是不是就没有房屋可言 但是呢 要把这些材料集中起来 又不光是这些材料而已 他必须要有人设计 要有人去建筑他 那么才会显示出一个房屋的什么 形态 它的作用 所以房屋不能说只是砖瓦的这些材料而已 对不对 那有情众生也是 我们的生命并不是只是色身肉体而已 主要呢 是因为有心 有精神的这个部分 精神呢 把我们的色身肉体 跟我们的行为举止乃至语言这些呢 怎样统合起来 发生这个所谓的这个能够有统一性 所以呢 我们有情众生不但是身心的统一 而且统一着身心 一个就是 为什么叫身心的统一或统一着身心呢 就是 就是当我们没有学佛之前呢 我们的心随着什么 静在转 当我们学佛之后 是不是应该要由心来怎样 转进 本来我们是被身心 被我们的身心所统一 之后呢 我们应该是不是要有能力来统一我们的身心呢 统一我们的身心 因为如果我们比较没有透过学佛 难免会从外向上 从物质的世界 就像有这个唯物主义是不是很兴盛 一切呢都把它物质化 因为看得见实验得到 讲得出数据来 但是我们说 其实精神的这个部分 它不见得是那么样子的数据化的 比方有个人 从外向上我们可以说 他这个人身高几公分 体重几公斤是不是 但是我们没办法讲 这个人忠厚老实有几分 是不是 属于个性的 属于心理的这个部分呢 他没办法数据化 但是却是 我们说要理解一个人 比方要相亲啊 要做什么的话 这个部分是不是更重要啊 这个孩子的个性 他的忠厚老实的程度 是不是才是一个丈母娘 他所比较考虑的那个因素 而不是他长得高矮胖瘦吧 当然那个也是考虑 但是那个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是不是 所以呢还是在于什么 个性的问题 心性的问题 心的问题 所以所谓的个性 他已经 本身也包括了什么 统一着身心 所以一个人 他是 不仅IQ要高 还要EQ高 对不对 所以这所谓的EQ呢 他也牵涉到 第七意识的问题 有的人生来 就真的在人际之间 他可以处理得很好 为什么能够处理得很好 是因为他比较不自私的关系 自私的人 EQ一定差 愿意行菩萨道 EQ一定会好 所以说这个EQ到底怎么培养 行菩萨道就是EQ的最好培养 因为以利他为主嘛 放下自我 以利他为主 所以你看这个不只是IQ的问题 其实还更牵涉到什么 EQ EQ 那EQ其实跟素是有一些关系 那这个部分还是可以去改善的 还是可以去改善 所以我们应该统一着身心 而不是被身心所统一 所以如果没有学佛呢 那每天早上醒过来 我今天心情到底是好是坏 还是先看看外面的天气 但是学佛的话呢 不管外面的这个境界如何 我本身想要快乐的生活 我就能够快乐的生活 是不是 我们才统一得了我们的身心 而不是被身心所统一掉 所以有句话常讲说 以居士来讲的话呢 这个也不能不去赚钱 但是不要被钱赚去 对不对 是应该要赚钱 但是不要被钱赚去 对不对 所以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的主动性的 那个重点要放在哪个地方 那其实透过学佛 我们的智慧也是这样 所有的智慧是经过抉择的 所以我们后面讲到会学的时候 也会提到这个部分 他是透过抉择的 那这种抉择往往从我们的价值观 去做一些判断 那还是比较粗糙的 还有更细的部分 那是思想的问题 所以我们说所有的智慧 他也是透过抉择 我们要的是什么 不要的是什么 在粗的部分 也是要先做一些选择性 之后才能够比较深细的去做一些抉择 所以呢 友情生命 友情呢 他是心色而非心色 不能完全只有透过分析 把他拆开 意义拆开 他也需要怎样 把他统合起来看待的 统合起来看待 所以呢 在三十一夜第二段最后就讲到说 友情就在这样的一个变局 其实都是变局 随时随地都在变化当中 因为一切怎样呢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是不是 所以一切都在变局当中 但是呢 始终起着统一的什么 联系作用 统一的联系作用 所以我们说 这如何的串起 我们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 是不是还是七八两十 串起来的 过程变化的是什么 六根 每一辈子有不同的六根 我们这一辈子拥有的六根 是不是也一直在变化 小时候耳聪目眠 目明啊 对不对 到年老 哇年老力衰 耳不聪目不明啊 这个耳遥 这个耳遥法仓啊 是不是鸡皮赫法 什么都来了 就算六根 是不是它还在变啊 都在变 都在变 所以我们要理解 真的是生命苦短 世间无常 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如此呢 因为诸法无我 对不对 我不是固定不变的 我是多少的因缘合起来的 这些因缘之间 是不是它自己 就会去排列组合啊 所以我们每天都会排列组合 出不同的行情耶 是不是 身体的状况都不一样 心理的状况也会不一样啊 所以呢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变局当中 但是我们还要起个什么 统一的联系作用 所以我们说真的到一个 统一不起来的时候 就会变成精神的分裂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随时真的也都要去观照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接受 所有的一切 我们才能够安顿下来 为什么我们要接受一切 因为证法 早就告诉我们一切怎样 世间无常啊 苦空无我啊 对不对 哪有说只挑好的才接受 不好的就甩掉 甩得掉吗 甩不掉 是甩不掉的 柿子不能专挑软的吃啊 对不对 软硬都得坚持 不管是软是硬 对不对 人生的过程不管 是高低起伏 我们是不是都要随缘啊 但是要敬奋 但是要敬奋 好 那么第四节 前生与后世 前生与后世 所以这也讲到说 一般人都难以信受 就算有人从二十四史当中 露出一些有关生前死后的故事 但是还是没有人去重视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 我没这样子一个经验 问题是我们所要求的经验 都在怎么样 在六四 才没有这个经验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深入到生命的层次 知道那个是 其实是七八两四 所合起来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那么觉得说 一定是粗糙的那个经验 跟记忆才算 因为那个还是浮浅的 对不对 所以在三十二页这里也讲到说 导师做了一个比喻 说从前有个人问起前生后世的问题 怀疑三四 佛陀就为他解说 他说 譬如那边的山顶有一棵大树 那棵树长的模样 是枝叶浮苏的 那么如果你肯登山就能够看见 就很清楚明白可以看得到啊 但是呢如果像这边看像山下旺 你又不依从指示的路来探求 怎么看得见 就你一直在山下吵 一直在山下这个抗拒 说我不相信上面有一棵树 我不相信那棵树长什么模样 那你说那棵树是不是依然存在啊 它还是有它长的模样啊 只是你在山下怎样 你拒绝接受 拒绝去体会去实践 所以我们的这种三圣因果也是如此的 所以我们往往你看 我们如果是一直往外奔放奔驰的人 其实我们说一般世人 我们都容易往外奔驰 为什么 因为我们具有往外沟通的管道 很畅通 眼睛看到色相嘛 对不对 耳朵听到什么 声像 鼻子舌头身体是不是一直都在触碰外境啊 所以我们的第六意识它会变得很浮浅 都是往外看 而且我们的第六意识它有个特质 就是它要承袭静 是它曾经有过的经验 我们的第六意识的记忆我们才接受 如果是没有过的 我们一直都不肯接受 但是我们说 其实更深沉的是在第八意识里头记忆 那个部分我们若不去探索的话 就如同我们根本不登山去看那棵树一样 是一样 所以这里就是说 我们不接受指导 也不休息禅定 也不得也不肯去这个清净我们的智慧 只是凭着我们眼见耳闻的感官知识 我们的前六事就是我们的什么 眼见耳闻的感官 那个只是一个知识的来源而已 所以我们就容易否定什么 三世流转的生命事实 就认为说讲到三世的事情 这个生命的流转 就说那个是迷信的事 我们很容易这样子 所以导师就讲 这真如龙子否定声音一样犯了什么 迷而不信的重病 龙子他听不到声音 他就要否定声音的存在 那么一个瞎子的人 是不是也否定一切外相的存在 那我们经常做这样的事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耳聪目明 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不是永久不变的 年轻还有可能 是不是 但是我们说我们的心理要更加的清明 我们心理的第六意识的妙观察 这就是超越了色根上面的局限 色根上面会不会有局限啊 会有局限因为我们会老化嘛 器官会不会衰退啊 会衰退 但是我们说视力可以衰退 我们的眼力应该要增加才对 什么叫眼力啊 不是用眼睛去看清楚是什么 我们说真的一个人 年纪老了 比较年老的时候 其实他的眼力是很强的 很多事情 不是一定要用眼睛 张大眼睛看了半天 看半天也不见得看得清楚啊 对不对 视力虽然比较好 眼力会比较差 一个年纪大的人 他说悦人无数 这个人一出现就知道他大悦的状况 那就是眼力的问题啊 这眼力也就是所谓的什么 妙观察制 第六意识是可以转为妙观察制的 所以对佛法的认知跟理解也是这样啊 我们不要想说啊 我年纪大了才学佛 其实我们知道这辈子有机会学佛 都是非常大的福报因缘 都可以说是非常大的福报因缘啊 都要有相当的福报因缘才可能 所以这个都应该要珍惜的 尤其年纪越大 其实我们对佛法的体会会更深 就算我们说我们得了重病 都应该把它转成正向的 对生命的那个苦短 对生命的那种病苦的体会 不是只有为自己体会 而要为众生来体会 那那个是不是可以发展得更正面一些啊 更去悲悯到众生的这份病苦 不是只有我们会这样呢 所有的众生都会啊 所以呢我们说透过学佛 我们说佛教 一个正性的佛弟子来讲的话 其实是应该要不怕病 不怕老不怕死 但是我们说这个都真的都是功利啊 对不对 也要我们的那个智慧的发展是正面的 是正面的才可能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应顺导师的这种 宜然自得啊 淡薄人生啊 真的他面对这种生老病死 对他来讲 那是多么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 所以导师这个在晚年 讲了一句话 他说死亡啊 死亡像一个不熟悉的朋友 他是不大受欢迎 但是我们也不必讨厌他 是不大需要去 真的不要去讨厌他 确实不受欢迎 但是也得去接受他的来到啊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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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